滨城日落洞一间民宿日前被揭发厕所暗藏相机 企图偷拍入住的女游客 针对有关的案件 滨城警方目前正在寻找一名男子的下落 以调查他是否涉嫌安装这台相机 东北县警局主任拉兹兰指出 警方目前已经向投报的女游客 民宿管理员和另外两人录取口供 初步调查更发现 偷拍相机跟嫌犯的手机存有连线 因此警方将会顺藤摸瓜搜索嫌犯 媒体早前报道 女侍主怀疑厕所内的一个熏香和内有古怪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藏有一台迷你相机 于是向警方报案 这位是向警方监察的一个熏香和内有的仇猜 避免的一切 破案件 等于是参加一切 穿着一切 专门的一切